今天周日的大大集来关心 年轻人低薪买不起房的问题要怎么样解决呢 今天520是马总统就职六周年的日子 他到了台中 中国医药大学跟年轻人对谈 大放利多政策 他努力要扭转在年轻族群的形象 马总统说低薪是事实 政府将会释出万户合一住宅 七折出售 让年轻人住得起台湾 不过哪都有年轻人抗议 不过中国医药大学出了美女金钗护法 一次排开二十几个美女 整齐一致的声音赢过了抗议的杂音 总统马英九不用怕了 就职六周年 演讲重点要和学运抢年轻族群 连续七次表示愿意跟学生公开对话 全程转播 他们不理我 我要了这么多次他都不来 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在我了 把问题丢回去 慎慎追击 誓言居住正义 让年轻人房子住得起 政府正在兴建将近一万户的合一住宅 它地点包括在机场捷运 A7站板桥福州的合一住宅 都以市价七折出售 国家内部有杂音 外部也有越南抗议 马英九想对抬商桌 对于索赔 政府绝对没忘记 住这减免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实惠 除了道歉赔偿之外要逞凶 越南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抓了一千多 逮捕了一千多人 从学运至今 抗议总统马英九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就职六周年 总统马英九对年轻人释放力多 就看年轻人买不买单 记得张长明黄桂 在台中采访报道